有请高部长 陈文长 部长理长 大家关心国防这是好事 我想任何一个部会或者跨院 对于我们国防事务的关心或者重视 我们是应该来驾驭肯定 但是如果说偏离了事实 我们也应该勇于来加以辩解 我讲军人 我本人也是军人出身 军人是一个特殊的行业 可遇之生可遇之死 我想不要到用的时候才想到 我们看到以往的救灾 我们很多部队所到的地方 大家都认为它是活菩萨 为什么平时这么样的贬义 我想这是非常不正确的 也是不公平的 也不是一个今天正常社会 一个正常国家 一个向好的方法发展的一个国家 应有的态度 所以我想我们国防部的同仁 我们应该要引以致命 对于这些我们所有质疑错的地方 我们要勇于面对 不可以回避 你比如说我们今天所讨论的问题 炮兵定位定向 我想这个问题本人也是陆军出身 我想延误了五六年 对我们的战备训练 应该是有影响的 我希望我们今后在这方面 我们是不是在作序方面的 提出提出来的不够周延 或者是我们在周上方面 有什么问题 怎么样让以后不再发生 这是最重要的 我想这一点呢 我特别是不是请部长能够参考 谢谢委员的指导 我想我们会为这个军人的权益 这个辩护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事 我想这个谢谢委员的指导 第二点 大家对于这个云母的飞弹的提出 我想我们不仅仅是关心云母飞弹而已 我们也应该关心我们所有的装备的选项 我想今天我们国家的财力是有限的 我们军中的人数也在精简的 我们的编制也在调整的 我们当初的选项 也许是符合当初的战备跟需求 或者是由不得已的靠观的那种环境 所造成的我们面对 但是对于我们就以空军来讲 IDF幻象 F16 那我们后续呢 我们还是永远维持着多种的基种 或者是弹药的配比 还是我们应该在某个地方应该去考量 应该做修正调整 或者给它简单化 我想这个应该是要到了一个深度思考的时候了 这是第一个5G的选项 第二个弹药跟零副性的配比 这个更严重 我们知道弹药 它是有受限 到时候你没有使用 那这个东西你太足了 你还要花钱 你平常还要派人去维护 还有设施的付出 等等 这都是问题 我们应该维持一个多大的量 维度 既不影响战备 又能够维持训练 又符合我们的预算的需求 这是很重要的 第三个 更重要的 零副性的需求 比如说 这个装备 还有五年就太足了 你还在不断的进零副性 这是绝对的错误 我们希望我们三军各部队 要深度的思考 我们所有的装备 应该做一个过滤 不要再给钱 花在不该花的地方 我们希望的是一块钱 当三块钱十块钱用 我们不希望五块钱 最后的效果是零 这点我想部长认不认同 非常认同委员的这个做法 我们现在就是朝这方面来努力 委员刚才提到这些问题 这些现在我们处理的问题 有当年的时代背景 像刚才提到这些飞弹的问题 当年是用特别预算 在同一个时间把它满足了战备的需求 包含训练之内 可是时间过了以后 后续的状况 我们没有采取 及早采取措施 所以目前会碰到这些问题 我们耳后的武器采购 必须考量到 它的多批少量 配合训练与战备跟太足 这样做一个循环式的来补充 可以维持我们的最低的需求 我想这个做法 部长答复是正确的 我们希望能够朝这个方面有效的管制 同时我想 我们也了解 我想部长在后勤方面 你花了很多的时间的 有深度的研究 我们后勤的改制 可以说分合分合 造成今天的态势 我们有很多的 这个专业的人员的流失 我们也混在重要档案的流失 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对我们来讲 是非常大的一个遗憾 当然我们现在一个停损点 要赶快设立 我们怎么样让今后不要再犯 我们常常讲一句话 错误的决心比贪污更可怕 错误的政策比贪污更可怕 我想这一点我们深深的体会 我们是不是能够在后勤这个体系上 赶快以现况来做一个 很深度的调整 让它背复到我们原来应该有的水准 怎么样能够在有限的产力之下 能够提升我们的战备跟训练 我想部长这一点 我们是不是能做到 我想一定会做到 这个部分必须要赶快按照委员提醒我们这些 过去的问题已经发生了 我们这一次的修正 希望能够把以前的问题 一次做一个平衡 所以这一次我们将军粹案的 陆军陆情部的后勤司令部的恢复 跟我们国防部军备局之间的横向协调 必须紧密的来配合三军的 用兵的后勤的需求 好 我还有两件小的问题 第一件就是我们 这次在法国所出的这个 我们王同一中校英勇的这种训绍的表现 我们全国的国人都以高度肯定 我想这也是我们空军的一种 训练出来的一个成果的一种训练的这种 我想值得我们大家肯定 除了保养以外 他们家属所提出来入中列词这一段 我想我们国防部在可能的范围之内 是不是能够有一个肯定的阿富 尽快尽早的能够完成他们家属的心愿 这个现在谢委员报告 我们会努力向为他家属提出争取 所以关于保养 会各相关的这些作为 我们会要提高层级 加以保养他 所以保养令 我们现在正在行政院申请当中 这个他的追证已经奉总统核定 所以明天移领 我会跟空军司令亲自到机场去引领 我想这件事情也可以证明了 也可以向国人报告 我们国军来讲 训练跟战备就是一线资格 我们平时就有它的风险 所以我想我们在训练方面 我们应该多给鼓励 而不是多加去责难 我们也希望我们国军的同仁应该以他 以王忠孝为荣 作为一个典范 我们大家一起共同努力 最后一点 我想请教我们对于这个 这个特战部队的武器啊 我们曾经有一则新闻看到 说出国的装备 这个因为装备不够啊 这个让人家 就后让人家取笑 后来就放弃了这个 这个比赛 我想这一点来讲 我曾经对特战部队啊 曾经有 本人在特战部队也服务很长的时间 我想 一个特战部队所花的预算呢 跟一架飞机来讲的话 那是不成比例的 所以我想 我今天要跟部长提出咨询的 就是说 我们各军种不要有本位主义 也许我们省一架飞机的钱 我们可以筹筑一个旅的特战部队 我想这个战力 它是不成比例的 所以我想我们各军种 在预算编列的时候 争取自己的预算是合理的 但是整体来讲 要考虑到整体战力的发挥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本席就不在此地 多多请部长参考 谢谢 我会全力协助这个特战部队 在这些清兵的部分的换装 是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